白玉堂 这几篇文章写完了 交给自己人宗 人宗是极有学问的人 看完之后大喜过望 太好了 堪称之绝 马上吩咐 起一家岳舞楼 我要看看白玉堂的武艺如何 这回白玉堂这个心裁放下来 总算这一关挠过一半去 等到了岳舞楼 皇上升座 两旁人站立 白玉堂一想 我练什么玩意儿 叫这为难 为什么呢 前者人家展雄飞 就在这献过意 据说展雄飞 练的是三角六角 那是侠客 那能那多快 白玉堂自个明白 要论武艺 赶不上人家姓展的 人家练完 我再练 但而无畏 但是又不能不练 所以白玉堂就请示 战雄飞 战老爷 您看 我练点什么合适 武帝 你客气什么 我练的是宝剑 你给万岁练一趟刀 练刀 我这刀也拿不住手去 别客气 练了 这白玉堂 周深上下 锦尘利落 行刀在手 在岳五楼前 练了一趟六合刀 其实这皇上是外行 你就练什么刀 他也不明白 他就看见完 蹦得挺昏 皇上就挺高兴 伸着脖子 一个劲叫好 好 好 皇上一叫好 文武百官 赶紧溜须蓬盛 好 太好了 好 白玉堂收招定士 又练了趟拳 最后总讲着 没有特殊的 白玉堂一想 干脆我虎虎外行的 练个绝的 虎外行的 怎么虎呢 白玉堂拿了个大顶 脑瓜朝下 脚朝天 用两只胳膊走路 其实这玩儿 练武的都会 皇上没看见过 他讲这玩意气 这人怎么还脑瓜朝下 就见白玉堂 误会啊 人从大吃一丁啊 这怎么这胳膊 比我这腿跑得太快 这是绝意啊 众位英雄一看 好像没乐出来 展行飞 不住的发笑 心里说我五弟真有心眼 你看着没 真把皇上给蒙住了 等练完了 白玉堂跪头 向万岁问安 人宗大喜 白玉堂 文有文才 无有武艺 朕非常高兴 听后加封 这就封关了 人宗马上封下来了 加封白玉堂 三瓶带刀 御前护卫 三瓶 比展南侠还高着一等 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就因为这脑罐朝下 这大饼拿得好 白玉堂赶紧谢恩 更换官府 人宗告诉 光禄寺大财艳艳 给我这白爱情 好好接风 夸官三日 然后再开封府 效力当差 陈谢恩 包的人也过来了 问问皇上 还有什么事没有 皇上就说 包亲家 不是大武艺 我怎么数了数 才四个 还少一个 哦 陛下 还有一个彻底数 酷张 因为弟兄闹了点 摸他 他走了 哎 包爱情 最好把他找来 朕也想见他一见 然后 加封他的官职 让五一弟兄还在一起 这事是个难题 上哪儿找韩章去 找韩章这个人 还得精明强干 大家商议来商议去 就选中了奖品 让蒋四爷呀 辛苦一趟 蒋平也答应了 行行行行 这种事就是我的事 明儿个 我就起身 蒋平还化了妆呢 化妆了个 游方的道士 头上戴着酒粮道金 身穿八卦仙衣 腰里系着水火思潮 抱着鱼骨桶 拿着鱼骨剪板 这是什么 这就是黄子 鱼骨桶 能拧开 把他的兵器 分水 峨眉刺 装到里边 这个剪板呢 可以在手里头打出响来 啪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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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呢 蒋平还拿个招牌 上面写了几个字 大流运挂 未卜先知 下边三个字 蒋铁口 你说他能骗人 他背着个兜子 里边带着个应用之物 腰里边 带好了开封府的龙边信票 这才跟众人告辞 临早的时候 钻天属卢方 一再嘟咐他 老四 越快越好 你是速去速回 大哥放心吧 找着我二哥 马上我就回来 不过呀 你们也甭着急 他那点性情古怪 这么大的国家 谁是他在哪儿啊 说句不好听的话 他心情再不好 再死了 我更没地方找去 反正我尽力而为吧 准备 把我回头去 安协大家等候 咱不说 单标蒋平 除了开封府 他一躲门 哪儿找去呢 哎 先到韩章的家乡去一趟 他到了黄县 结果一打听啊 韩章从来就没回来 哎呀 没回来 他哪儿去了呢 蒋平就盘算着 忽然想起来 据韩章说 他有个好朋友 住到信阳州 是个出家的和尚 这和尚叫喜臣 哎 我到信阳再看看 反正这事儿叫 有病乱投医 哪儿找到哪儿算 蒋平又敢问信阳州 这就叫不调不成书 就因为蒋四爷 往信阳州这一来 才引出一场血战 他呀 还真找着寒张了 怎么找着的呢 咱们还要从头说起 在前文书才说了 蒋平使用 撤水拿鱼之计 把韩章给气走了 韩章说了那么几句话 立志不交无意有 存心当报有恩人 以赌气离开文汪楼 韩章啊 心如刀绞一般 他没想到大武艺 到现在落到这部天地 弟兄之间互不信任 互相残杀 这叫什么武艺 他也发了誓愿 立志不交朋友 韩章这个人性情古怪 外号叫韩肘子 一条道跑得黑 上哪去呢 他心里也没数 有心回家乡 要怕人们找他 哎 到新阳州溜达溜达 他真奔新阳州了 也想找那喜臣和尚 找个地方落脚 如果说好了 干脆我把脑瓜一剃 落法为僧 他是这么想的 等这一天到了信阳州 找个店房住下来 这店房条件挺不好 客人又多 韩章心里头 他心里头有事 晚上也睡不着 开着窗户敞着门 他正在床上躺着呢 就听着隔壁 有人打孩子 啪 啪 韩章一想哪有这么大孩子 这住店也不光你自己 下班睡觉的时候 脚的四邻不安 韩章翻了翻身 没言语 哪知的内务越打越厉害 就听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看你叫不叫 你不叫 今儿我就打死你 啪 哎呀 我就不叫 我就不叫 啪 啪 结果把人们呢 都给吵醒 韩章睡不着 蹬上鞋 到那屋看热闹 门前挤了不少人 韩章个大 削着脚棒里一看 里边这个人呢 有个四十多岁 穿的衣服是普通老百姓的装素 手里拿个瓢嘎嘎嘎 在地下站个小孩 看这意思不超过十岁 这小孩长得平头正脸 还挺好 光这屁股一丝不挂 这人拿条的嘎嘎嘎 正揍他 也不知叫他叫什么 这孩子就不叫 还挺命 韩章实在看不下去 分开众人 走进屋里头 用手一指那个人 哎 你真不知自耐 店房不是你一个人 正在休息的时候 你跑这管教孩子 哎 吵得四邻不安 别人这叫怎么睡啊 你回家里头怎么管教都行 这么一说呀 那小孩挺聪明 登登登 跑过来了 把韩竟然 把韩章两条腿给抱住了 大爷救命 大爷救命啊 他不是我爹 也不是我们家的人 他非得叫我管他叫 叫那个 叫什么 他非得逼着我管他叫爹 那那爹那玩意儿 随便叫 他不是我爹 我叫什么爹 韩章一听 这孩子话里有话 别哭 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回事 他是你什么人 他是这么回事 我是安徽 合肥的人 我们有个公子 叫包世荣 要提包世荣 大概您不熟 提他的叔叔 那可了不得了 我们包公子 包世荣的叔叔 就是当朝一品的大丞相 包成包西人 我们公子离开家乡 带着我 赶奔东京便良 找到叔叔 路过黄河渡口的时候 遇上了土匪 把我们主仆给冲散了 我们公子现在死活 在什么地方 我都不清楚 我也没出过门 迷失方向 饿得三天没吃这东西 后来被一个山西老星 把我收留了 他说管我饭吃 领我找我们公子 我就跟着他走呗 也不知怎么的 他把我卖给这个人了 这人就领着我 也不找我们公子 非得叫我管他叫爹 我就不干 他就打我 我英雄啊 你救救我吧 帮着我找我们公子包世荣 哎 你别说 小孩不大 说的事挺清楚 哦 韩章一听 牵涉到开封的事 那么孩子你叫什么名 我姓邓 叫邓九炉 我也是个小书童 哦 韩章一想还真不能不管 我说你花多少钱买的这孩子 那位一瞅韩章个儿挺大 还背着把刀 有点害怕 他说哎 我花十两银子买的 实不相瞒 我没儿没女就喜欢孩子 有个人贩子 把这孩子卖给我了 你你你说我花钱能白花 我为什么花这么多钱买他 就为的是找个儿子 供他吃供他喝 他要什么我给他买什么 交个爹他都不交 你说我能不打他吗 韩章乐 你呀 真可笑 强领的瓜果不甜呢 别人的肉 贴不到自己身上 你看这孩子不小了 他不乐意 你就打死他 有什么意思 哎 你把他打扶了 他勉强管你叫声爹 也不是一心一意 嗯 这样子 把这孩子 你拥给我吧 那可不行 我花十两银子 路上还花那么多钱 我管谁要去 你别吵吵 花多钱 我给多钱 不就得了吗 给多 这人一琢磨 黑也对 这孩子挺腻 跟着他呀 也是生气 干脆我多要点银子 就算了 跟韩童一讲价钱 要了文银二十五两 韩童有钱 连笨都没打 把二十五两银子给了他 这个人心满意足 恐怕韩童三回 连夜赚了账 他走了 这小孩 邓九如呢 韩童就领着屋去了 让他穿上衣服 耐心的就问他 邓九如也不哭了 把经过说了一遍 咱们书中代言 包整 就这包的人呢 亲哥仨 大哥包山 二哥包海 他叫包整 他大哥有个儿子 叫包勉 您没看过那出戏吗 叫十里长平 杂包勉 他大嫂骂的忘恩福意 另外呢 他二哥 包还有个儿子 就叫包世荣 包世荣这个孩子挺好 学问也不错 来年是大笔之年 想要进京赶考 辞别父母 带着的小叔 从邓九如 赶奔京城 没出过门 正好过黄河渡口的时候 遇上强盗 把随身带的东西 都给抢去了 主土就这么失散了 包世荣落到哪儿了 不知道 郑九如 一个九岁的孩子 没出过远门 能不着急吗 越跑 离家越远 就这么的 被人贩子给拐去了 他卖给刚才那个人 郑九如说的都是真的 所以他就摸着酣张 无论如何 您把我送到东京 到东京之后 我找我们公子 就见不着公子 也见见相爷 想办法把我们公子 给找着 哎呀 韩章一想 我是破车爱懒债 我根本就不能回东京 我一进开封府脑袋都疼 闹翻了 但是又把这事懒到身上 还真得负责到底 尤其挺喜欢这个孩子 韩章说这么怕 好你别着急 我还有点事 就是我不送你 我也委托一个人 一定把你送到开封府 让你们亲人团聚 那我谢谢您了 您贵姓 我姓韩 韩爷爷您您太好了 韩章说也不能这么说 但是你别闹啊 你听我的 哎我听 这邓九如就睡了 到第二天韩章起来 领着个孩子 你说这不找累赘吗 行着到街上转一圈 孩子想吃什么 给他买点什么 这邓九如这孩子还挺挑剔 见什么要什么 先买了一串糖葫芦 邓九如吃了一口 不要这碗外边田里都酸 韩章说不要咱再买别的 买什么 他吃着都不顺口 转来转去一拐弯 前面有个小饭馆 这饭馆别的不卖 卖窝头小米粥 大家看这掌柜的是个老头 长得像兽型老似的白虎 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刀 身穿土黄布的袍子 下面穿着洒鞋 系着白围裙 挺干净利落的 把这窝头啊 刚出屁的摆在门前 正在这摇混 大个窝头了 小米粥类 那位吃清的屋里不 干净便宜 这邓九如从安徽来 没吃过窝头 他一看这麻黄色的 带个尖 底下有个眼 闻了闻挺香 我吃这个 韩章一看吃吃吧 尤其韩章呢 还喜欢吃这个 家乡 差不多都吃 韩章领的邓九如 就进了窝头铺了 这掌柜的 你看 韩章这身打扮 穿丑裹段 也不是上这个地方的人 但是来了 他叫的挺奇怪 赶紧把吃碟筷子 都给摆上 笑呵呵问 大爷 您吃窝头啊 我这可没别的 吃窝头 给我们美人来碗粥 来盆窝头 有别的菜吗 没有 就是咸菜 经济小吃 别的咱们本小利博 做不了 行啊 咸菜 各式各样的给来点 哎哎 窝头摆上 粥层上 把咸菜摆这 韩章吃着还平好 这邓九如吃了一口 不好吃 这麻苦 韩章说 孩子 你可太调皮了 咱俩相处才一天 我瞅你是一身脚毛啊 就你这孩子到了哪 也不好办 好吧 不吃不吃吧 掌柜的 算账 掌柜的一看 那窝头刚吃了一口 有一碗粥干脆没动 那碗粥喝了 老头乐着 大爷 算了 这不值钱的东西 算什么呢 我自己一个人 剩下的我自个儿就够吃 干脆不要钱了 韩章 这老头可不错 买卖人 买卖人 那最尖 横草不过 你看这个老头 不要钱 多大方 韩章的心就一动 想起一件事 真想这个孩子 在我身边真是累赘 想托付一个老世人 把他送到东京 这人上哪儿找去 看意思 这老头就不错 韩章有意的 把这掌柜的叫过来 老人家 贵姓啊 免贵 我姓张 台谱怎么称 哎呀 我叫张凤山 家有什么人 没了 都死绝了 就剩下我一个老绝活 你开这个买卖 能挣多少钱 哎呀 大爷实不相瞒 这这买卖还赚钱 顶多就混个饭吃呗 要往年呢 还行 跑出饭吃之外 还能有点零花钱 现在不行 你看看 接着这人哪有几个呀 最近出事 所以这这呢 农民他也不进城了 所以咱这个馆子 也就没人来吃来了 这两天有时候就接不开锅 开不了张 哦 出什么事 哎呦 您还不知道呢 老头就一哆嗦 当时这俩 就变了事了 看起来 回来 感谢观看